像原發性的骨腫瘤啦 我之前提到這種癌症 轉移到骨頭上面 它會讓骨頭的這個骨骼 一直被流失掉 其實它不是說真的 腫瘤把它吃空啦 它的腫瘤會誘導一種叫做 嗜骨細胞 去把這個骨頭吃空吃空吃空 健康資訊眾說紛紜什麼才對 不妨聆聽梁醫的雙重觀點 帶您輕鬆辨別健康知識 歡迎收聽健康問良醫 歡迎收聽健康問良醫 我是主持人良醫健康王的編輯 陳婉欣 在我身旁是客座主持人 瘀血權威的陳保仁醫師 嗨大家好 我是保仁哥 保仁哥你知道嗎 台灣是骨折王國你知道嗎 是嗎 我個人覺得台灣是最有骨气的王國 你看我面對外面的一些責難 骨折真的嗎 其實之前世界衛生組織有一篇報告 他是說台灣的髖關節骨折 每年將近有兩萬例 跟我們子宮拿掉的比例差不多 然後這個發生率又是亞洲第一 然後亞洲的骨折率又是全球第一 所以說台灣可以說是骨折王國 應該也不為過 對啦 你這講也是可以這麼說 然後其實有時候骨折 不一定是因為骨鬆造成的 其實有可能也是這一集我們要講到的骨癌 那我們今天就來好好聊一聊 節目現場邀請到的是台北榮總骨骼肌肉 腫瘤治療劑研究中心的主任 同時也是中華民國骨肉癌關懷協會理事長 吳伯貴醫師 我們歡迎吳醫師 婉姓好保安哥好各位健康問良醫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伯貴醫師 是啊又歡迎我們博學又貴氣的吳醫師 在節目開始前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下載這一集的健康問良醫 並且在商桌吧留下你們的寶貴評論來支持我們繼續製作好節目 記得今天聽完這一集你就會很有骨氣了 沒錯沒錯 其實我一開始就想先問吳醫師啊 我們剛剛開場提到的髖關節骨折嘛 其實他後遺症是很多 說是五年內的死亡率有五成耶 真的這麼高嗎 那這些是不是都是骨鬆造成的 是其實髖關節骨折真的是一個很令人困擾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老人家骨折髖髖關節啦 手腕啦肩膀這三個是最常見的 那可是手腕跟肩膀基本上他就算骨折了 保護一下我們其實活動其實都還OK 可是髖關節不一樣啊 他一旦骨折變成就是他沒辦法下床沒辦法行走 所以我們常講基本上老人家髖關節骨折 不管風險多高 基本上一定要開刀 不開刀的話 他其實一堂酒那個體力馬上就下來 那可是一開刀又有個問題 這開刀第一個風險很高 因為年紀都大了 加上我們醫院常常都是收治那種一百多歲的 有時候 那是超高齡了吧 有時候我們很高興 不是很高興啊 我們很自豪說我們今天有一百歲的 對一百歲的阿公 那旁邊說沒有 昨天有個一百零二歲的阿嬤這樣子 所以常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這樣開完刀的照顧 又只能拿拐杖 所以又怕第二次的跌倒 那有一些什麼肺酸塞一些風險 其實風險性真的很高 那可是這幾年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個叫PAC 就是所謂這個急性的 這個急性綜合照護 就是開完到這些阿公阿嬤 我們可以把它轉到一些區醫院 專門是照顧這種受傷骨折過後的一個慢性照顧 那我想對這個阿公阿嬤的兒女而言其實輕鬆很多 因為他就不用去這個每天擔心阿公阿嬤自己在家跌倒 或很多其他的問題 對 這個我先聊一下 因為我在2000年那時候出國 短期進修過骨質疏鬆這個議題 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他就說光2000年 美國就預估骨質疏鬆衍生的議題呢 會耗掉以後每年耗掉他100億美金 我那時候還特別數一下我有沒有數錯 100億 100億美金喔 那原來仔細想想是有可能 他剛剛那個理事長已經提到了 一個老人家一旦受傷 他要躺三到六個月 那你一定要有人照顧 那這個人常常是家人 所以這個人力的支持也是一個 第二個一旦他躺久了 剛剛提到的 病發一些肺炎或慢性疾病又多了 所以一旦骨質疏鬆或者骨折之後 衍生的議題是很多的 剛剛晚性有講到死亡率高達五成 其實他不是因為骨折這件事死掉 是因為躺在那邊不動以後死掉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骨質疏鬆 為什麼得到受重視 但因為我剛剛之前跟那個理事長 有聊了一下 其實目前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其實反而一般人以為骨折都是骨質疏鬆 這個大家是被周星馳的化骨名人誤會了 就是被打一掌就這樣整化掉 其實有一種叫病態性骨折 那最常見反而是不是一些惡性腫瘤造成的骨折 是不是你們臨床上也有發現這樣子 對其實這種骨頭上面確實有一部分的骨折 是來自於這種腫瘤侵犯到的情況 因為我們知道像一些腫瘤 像原發性的骨腫瘤 或之前提到這種癌症轉移到骨頭上面 它會讓骨頭的這個骨骼一直被流失掉 其實它不是說真的腫瘤把它吃空 它的腫瘤會誘導一種叫做嗜骨細胞 去把這個骨頭吃空吃空吃空 那原理上這個我們大家知道骨頭 就是身上的就是身體的一個重要的柱體 所以一旦這個結構被吃空掉了 有時候一個用力走路或活動 就可能造成一個骨折的一個風險 好像我們之前有一個病有一個年輕人 他那時候就是骨頭 對年輕人他那時候骨頭就酸痛 因為我們一照X光發現是骨肉癌 我們就要把他安排做個核瘋共振 結果他回去兩週後 再回來要做核瘋共振的路上 他騎摩托車 就遇到紅燈就腳一踩 結果骨頭就斷掉了 所以這種確實這種所謂病理性骨子 它蠻常發生的 所以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那是不是清除癌細胞 那骨腫就可以救回來嗎 原則上是這個樣子 因為如果說我們把這個骨頭上面的 惡性細胞把它移除掉之後 那當然沒有這個肢骨細胞一直過來破壞 那如果化療也做的不錯 基本上這個骨頭會慢慢慢慢再長出來這樣子 對那剛也提到說那個病理性骨折 其實有一件事情要特別特別注意 就我們常看到如果說 當時問說那我怎麼知道這是病理性骨折 有時候就是說這種 假設你骨折發生的情況不合理 我們就要很注意了 輕輕一槓就到底要 像有些我們之前有幾個例子 他就走路走一走 然後就是什麼手摸一下電線桿 就這樣撐一下下而已 啊手頭手就斷掉了 好誇張喔 對那有些是打球 他也不是那種很用力丟球 他就讓自己揮揮棒而已 才一空揮骨頭就斷掉 所以那種你聽起來就覺得 好像違背常理的情況 其實第一個就要想到 會不會是這種所謂肿瘤造成的 一個病理性骨折這樣子 那我們就提外話順便問一下 我們現在喜歡寫排行榜嘛 那你這種病理性骨折大多數是轉移的嘛 那有沒有排行榜在哪些骨頭容易呢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好了我們來排兩個好了 我覺得第一個排骨頭 第二個排是原發的腫瘤 如果是骨頭病理性骨折 第一個就是大腿骨 大腿骨 我以為是脊椎骨 脊椎骨通常他也會有 但比較不會骨折 對他比較不會 雖然他也是 沒有注意到 對他不是那種長骨那種骨折這樣子 像我們之前有幾位病友 他就是骨頭酸 去給人家做推拿 就這推拿師傅就幫他一折 哇就聽到啪一聲就斷了 就斷了 後來那件事情 牽扯到醫療糾紛 那個病患後來去 就是有點不太高興 可是好像都沒事 就是那個推拿師傅 我以為是沒有怪前面是怪後面的 他反而是怪前面 可能沒有診斷出來 那剛剛第二排名就我們來排說 哪一些腫瘤 容易跑到骨頭上面去 其實一般我們現在看 其實是肺最常見 肺癌最常見 好那第二名的話 女性就是乳癌 那男性就是攝護腺癌 好那像這幾個都蠻常見的這樣子 所以那我再打插文一下 因為一般觀眾可能不了解 有時候會問 其實我們很清楚 使用類固醇 在我們醫療上是會遇到的 可是我記得類固醇 如果大量長期使用 也會產生骨頭 容易骨折或流失 我知道流失是一定會 連骨折 甚至是不是有一些壞死的會出現 其實最有名就是叫 骨骨頭缺血性壞死 所以骨骨頭就是我們大腿 這個近端髖關節的一個結構 遠遠那個地方 那邊的血流比較特別 它是單方向的 也就是說它只有一條路通過去 一條血管 對它不像其他的骨頭 就是四面八方 像羅馬一樣 它只有單方向 所以一旦身上有一些 這個血管方面的問題 或米印的方面問題 造成這個血管有點不通 就容易造成骨骨頭缺血性壞死 而這最常進去使用類固醇 包括有一些不得不使用 像疾性很嚴重的肺炎 或者是一些免疫方面的疾病 它必須長時間使用類固醇 我們就看到部分的病友 它會遇到這樣子 確性壞死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這種時候大量使用 尤其前陣子新冠那時候 你知道新冠剛出來 沒得一的時候 大概是用類固醇打下去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時候這類有沒有增加很多 還有那骨科醫師 有沒有什麼立場 比如說我們知道 必須大計量使用類固醇的時候 那怎麼去預防這種缺血性壞死 有方法預防嗎 其實目前是沒有辦法 可是就是要早期發現 因為有時候如果早一點發現的時候 它沒有到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種叫核心減壓素 因為它缺血嘛 那我們就製造它出血 對我們就用一個器械 去把骨頭打幾個洞 讓這個血流可以出現 讓它修復回來這樣子 哇塞 骨科現在這麼多新玩意了 那如果缺血性 我以前的觀念 我記得那時候就幾乎都要做關節重建 關節重建就會好了嗎 其實應該都會好了 可是我們都是希望說能夠自己的骨頭 對能夠用 當然是最好這樣子 好啊 就是剛剛說到骨鬆嘛 就是我也想問一下保倫哥啊 那你看你在門診中 你一定有遇過很多 就是相關的案例 其實對於骨頭在不在意 很有趣 真正我們認為他骨質之中嚴重 他通常不會來找我們 他一定懂我講什麼 就是我們骨質中什麼樣的容易 瘦的人容易 所以說為什麼不維持我的體重 用意在這裡 原來如此 所有醫療的行為 嬰兒的狀態 只有骨質之中是胖的人比較有力的 我跟你講 這個他有點體重刺激 骨頭才會再長 對 所以瘦的容易 白的人 白的人 因為不曬太陽 第三個 他老的容易 老的 還有我常常講愛漂亮的容易 為什麼 因為愛漂亮他一定維持他的身材 他從吃東西都很節制 瘦瘦的 他油也不吃 油不吃維他命D就會社區少 所以我每次都說 你只要看到那種 坐在那邊喝下午茶喝咖啡 穿得美美的 然後全身罩住的 那以後就骨質出身 因為他會喝咖啡 蓋又流失快 但這樣講沒有人理我你知道嗎 真的等到發生了才會那個 那一個是骨質之中 那是那個族群 可是我們有另外一個族群 就我們剛剛提到 之前有提過就懷孕 懷孕的媽媽很有趣 因為我們現在 婦產科餐廳會提醒她很多事情 像以前很少在懷孕測 鈣跟維他命D 那主要是因為後來有些研究 認為如果你的維他命D不足 容易早產或小朋友 一些其他的代謝的一個問題 所以維他命D在孕期也列入檢查 那你知道維他命D 通常我們鈣也會一起測 也是因為這樣子 現在孕婦會格外重視 補充 補鈣 所以其實你鈣 或者是維他命D 骨質的流失 其實是人一輩子都在進行的 那我剛好提到維他命D 我這邊婦產科醫師就來問問 骨科醫師對於維他命D的定位 跟你們的立場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覺得維他命D真的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維他命D 是讓鈣質可以吸收進去 所以如果沒有維他命D的話 我們吃很多鈣也沒有用 都流出來 造成一些腎結石 病毒到結石也不行 那很多民眾就開始問 說那這個維他命D 我到底要吃什麼 可以補充維他命D 可是其實我們都會建議是做什麼最重要 那當然做什麼其實就是曬太陽 它最好最好的 那有些人講說有啊我有曬啊 那我們就開始問可能都沒效啊 其實方式可能不見得是正確 因為正確而言 在曬太陽補充維他命D的時候 當然第一個時間點 我們建議選擇就是中午前後兩下 日正當中 但是你要去嗎 我不要太熱了 所以很多人講說那麼熱那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美美的啊 不想曬得很黑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想 其實有時候如果你在家裡面或辦公室 你只要把手伸到窗戶外面 燒一個手掌面的大小 其實就夠了 對你不一定要曬你的臉 好可惜你就燒一個手掌面就夠了 那可能你不能夠擦防曬油 如果你一擦他這個紫外線 沒有辦法這個直接曬到皮膚 這個效果也不好 那照的時間呢 其實跟我們的緯度有點關係 有些人講說像高雄 這緯度比較低太陽比較大 大概照10分鐘15分鐘就夠了 那如果在台北這天氣比較陰 緯度稍微高一點點 你可能最好照個半小時左右 好所以一般演這個曬太陽 大概是最好最好的一個 獲取維他命D的來源 那有些人會講說那我一定要用食物 那怎麼辦 那可能就會建議像一些深海魚啦 鮪魚鮭魚鲸魚等 或者有些人吃素食 我們可以去買一些像蘑菇 好那我們知道蘑菇下面那個菌散 下面那黑黑的東西啊 其實維他命D是最多 所以不要刻意把它洗掉 我先把它洗得很乾淨 那其實反正效果就不好了 了解 不過我在幫理事長補充一點點不好意思 就是說其實曬太陽 它主要是紫外線 它是一種轉化的問題 我們把你的維他命D1變成D3 它是一種活化型的維他命D 那重點是你還要D進來 因為我最害怕的是 現在很多吃水煮餐你知道嗎 水煮餐其實維生素D 還是一種子溶性維生素 所以你幾乎都沒有油的話 它真的很難進來 所以還是要吃 現在觀念其實在控制體重溫飲食代謝 好的油是重要的 其實不是油都全部打成不好的東西 所以好的油也是要補充 是啊 那其實在治療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會覺得很害怕說 我真的骨癌 那是不是知道要聚開骨頭 一定要這樣子嗎 對 其實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骨腫有分良性跟惡性 那當然對付他們的方 我們用的武器就不一樣了 因為良性我們知道它不會轉移 不會造成生命的危害 所以一般我們的想法是說好我腫瘤 我幫你移除掉99%應該就夠了 可是我希望可以保留你最多的功能 所以我們一般常用的這時候也叫刮除術 我們知道以前觀工不是刮骨療傷這種 我們會用這個鋸子把骨頭開個小洞 拿用一些像湯匙這樣去慢慢刮刮刮 盡量把它刮乾淨 好那這樣怎麼判別 其實很難啊 所以我們就是 憑感覺手感就對 憑感覺平手感 而且最好音樂要播著 音樂要慢慢要耐心的刮這樣子 那可是現在比較好 我們會有一些新的技術 例如說像傳統可以把這液態蛋 直接把它倒到裡面去 去做一些冷凍治療 那可是以前這樣做就相對比較危險 因為液態蛋它是流體 它是一個液體 又一直沸騰 所以你要把它倒到骨頭裡 那有點像這個麥油狼一樣 其實很難倒 那當然現在新的方法 我們可以把一些東西做得像冰塊一樣 溫度可以到零下的-100多度 就把這冰塊放到骨頭裡面去就好了 效果是很好 好所以一般像這個良性的骨腫瘤 我們可以這樣做 好那可是剛剛提到另外一方面 是說惡性的骨腫瘤 惡性骨腫瘤治療 我們就沒有辦法接受1%的存在 所以我們一定是100% 全部都要移光光 好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是 有一個安全範圍 是要必須要安全範圍 所以我們就必須把這一段骨頭 我通通把它切下來 那切下來骨頭有時候就不要了 我們用一段金屬人物關節做替換 好那可是對年紀稍長的 其實功用已經夠了 對小朋友也知道 他有打球活動 可能會有問題 又加上可能用久容易鬆脫掉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像新的技術就可以把這骨頭切下來 去做冷凍 冷凍完再把這個爸爸媽媽給他的骨頭 再重新移植回去 好就可以恢復他的骨本 甚至這三四年來我們更新的技術 是連這個骨頭連切都不用切了 真的 對就是在體內 直接在活體 在活體面 對我們就可以直接用一個新的衣材 去把它做冷凍治療 好那這樣病患看完刀 甚至連拐杖都不用拿 恢復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他的修復期也不會很長了 對相對以前這個拐杖 可能要拿個十個月 甚至有30%左右 這骨頭會不長 現在這種新的方法 幾乎已經很少遇到這樣的情況發生了 對我今天其實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 除了我的骨氣增加了不少之外 我覺得骨科的進步很多 因為我們很了解骨頭一旦受損 其他除了功能會影響 很多會對生活治理 甚至自信心其實是會有影響 還有一個就是通常你生活治理不方便 他就要旁人照顧 其實這都是一個醫療上很大的人力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剛開頭就講我對於創辦協會的人都很尊敬 那我們也知道骨肉關懷協會 目前也在打造協會之家 這真的太尊敬了你知道嗎 搞成這個通常辦一個協會已經辦活動不容易了 而且現在聽說是二代之家了 你有什麼故事來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請大家呼籲一下可以幫忙的地方呢 OK謝謝 其實這個協會之家是要感謝很多社會大眾的幫忙 然後我們中間只是說真的穿針引線而已 因為我們協會其實在2010年12月成立的 那時候其實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宣導 所謂生長痛跟骨腫瘤痛的不同 所以那時候我們常去做很多去學校啦 像那時候我常跑很多國中國小去跟小朋友做衛教 後來發現其實這個一個人力量很小 所以慢慢我們就跟社會上募了一些款 我們拍一些影片啊 做一些DM啊 然後跟學校來做合作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已經現在變得比較好了 那過去我們知道很多病友來台北治療 那可是就是因為他住的比較遠 交通也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記得有一年的時候 那天有一個小朋友 他是過年後準備要開刀 要去把他的骨肉瘤切掉 那晚上我們就等要查訪嘛 等等等到八點多等不到他 後來趕快打電話給他 後來到了九點 就發現他阿嬤帶著他來辦住院了 結果他阿嬤是手上大包小包的什麼行李兩個啦 然後因為說化療會吐 他帶個水桶要吐 所以就大小包這樣 那我們就說因為他們住在這種南投的山上 他說他早上就出門了 然後轉車 然後再怎麼 他那時候也沒辦法搭高鐵 因為太貴了 好像什麼國光號啦 又轉車來到這邊快十點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心中就在想說 那我們如果有機會啊 自己做一個像麥當勞之家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很好 所以大概在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先做個小規模的一個試驗 我們就在紅樹林住了一個小房子 那我們就讓病友可以免費住在裡面 以後他來就診啦 或是做化療 甚至做術後的檢查就會比較方便 那慢慢發現到 實施了一年多 每天都爆滿 甚至很多人就要跟我說他情願打地鋪 他要睡外面這樣子 那時候我想說那好 那我們就把他搬到榮總這附近來 所以那時候就是趕快去找啦 可是那時候我們跟那時候的秘書長兩個人 去找就大家聽到說要給這個病友住的 就覺得好像不是很怕怕的 那加上天母那邊的話啊 就老房子沒有電梯 新房子又太貴 所以這樣確實就很難找 那剛好是醫院忌諱 剛好就在榮總旁邊 有天剛好看到一個不錯的一個房子 那本來是房東開價很高啦 那時候本來一個月跟我們說要二十幾萬 對那後來也是找了一些社會上好朋友 跟我們一起去跟他拜託 然後我們跟他做簡報 然後帶他去一代的協會之家看 然後那個原本的房東還跑出來 跟那個房東講說 這個房子一定要租給他們 幫你把房子弄得乾乾淨淨淨淨淨淨淨的 因為後來房東就很好 後來真的就以半價租給我們 幾坪啊那個地方 裡面大概十 裡面的坪數大概一百坪左右 有一二樓 對那裡面有三個房間 然後有很大的交易廳 可以說幾乎像Starbucks一樣 好那等一下很多病友就是可以住在裡面 都通通免費的 好那像我們在Facebook有這些訊息 所以大家就把一些食物通把他寄來 所以現在病友我們在那邊吃住喝 通通都不用錢 那有一點食物有一點都是爆滿的 甚至有一個這個台中火鍋店 他們一直寄食材來給我們 那我剛說不要再寄 不要再寄我們寄不下 就隔天他寄了一個冷凍櫃來 太扯了吧 就是很多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蠻感謝社會大眾的幫助這樣子 哇真的也要感謝這麼多人一起參與 好心願很多 對啊其實這兩集我們真的學到很多了 就真的不要以為骨頭就不會長癌症 真的不是 所以平常我們自己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狀況 如果真的是持續那一通這一通晚上痛 就是趕快去看醫生做檢查 然後找出那個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積極治療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今天謝謝吳醫師來到健康問兩醫 謝謝婉欣 謝謝寶蘭醫師 也謝謝健康問兩醫的聽眾朋友們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內容 請大家下載本集健康問兩醫 並訂閱兩醫健康網的YouTube 好的節目需要大家的鼓勵 並且請大家在商周吧上面 留下寶貴評論來支持我們 健康問兩醫每週五晚上八點 都會準時播出 今晚這兩集除了增加我們的骨氣之外 我覺得只要有好心就會有好運 別錯過跟你我有關的健康心智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不想錯過健康問兩醫嗎 歡迎訂閱兩醫健康網的YouTube 和Podcast商周吧 期待你我在共中相會 拜拜